不過距離美國11月5號 這個總統大選的投票日 當然也會牽動在 之後美國的通膨還能不能繼續往下掉 那麼要請誠言到我們看 現在的這個民調的部分 可以看到賀錦麗真的是極起直追 而且在幾個搖擺中當中 賀錦麗幾乎是領先了 這一次賀錦麗硬起來了 你看她在亞特蘭大肇事現場 喊話川普 過去都是川普跟拜登說 來啊來啊來啊 來辯論 結果這一次賀錦麗說 我真的希望你重新考慮 和我在辯論台上面對面 她這句老話 我用英文講給各位聽 她說If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Say it to my face 意思就是說來啦 當面講啦 其實她講的 我覺得就女生來表達 剛才那句英文其實滿強勢的 你不覺得嗎 如果你有什麼話說 來啊 我們當面說啊 對不對 你不要一直透過各種媒體 你私底下在那裡傳話 為什麼會這樣講 川普不是說要辯論OK啊 媒體之前不是問了嗎 然後他說他先講說 9月10號如果你要辯論 可不可以不要ABC ABC News 為什麼 尤其ABC News 比較是保守派的媒體 其實也不是他講的說什麼 很多假新聞 只是說可能播報的 有些新聞對他比較不利 他就說你都是什麼假新聞 對不對 比較保守 當然對川普來講 比較不利 好 那後來他說要不要辯論 當然要啊 先講媒體要不要換 然後說要不要辯論 當然要 後來再問他 其實我也可以講很多理由不辯論 奇怪喔 他不敢正面答應賀錦麗 之前拜登的時候 他一直說要Sleeper Joe 什麼Snaper Joe 很多的瞌睡蟲 反正就一直虧他 就加來辯論 來辯論 對不對 現在人家賀錦麗代表 還沒有正式通過 全大會的提名 但是應該就是他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川普是不是縮了 對不對 我感覺就是這樣 說了嗎 你真男的你就站出來 你就大聲講 沒問題 我們直接訂日期 對不對 來辯論 為什麼 還有一個原因 你看喔 搖擺州的部分 之前幾乎我們節目在講的時候 川普是一面倒的 就紅色嘛 都是共和黨 幾乎都是領先拜登的 幾乎都領先 可是你仔細看 現在七個搖擺州 賀錦麗竟來領先四個 賀錦麗 還沒辯論喔 他已經領先四個囉 一旦辯論下去之後 川普會不會一個都沒用 我不曉得 而且還有一個是平手的 所以對川普來講 現在他心裡也開始在衡量了 我真的變得過他嗎 我用在拜登身上那一招 會不會沒用 然後現在副手人選 也還沒出來 當然我覺得他也在等 如果副手人選出來以後 會不會比較有著力點 我在想 因為現階段來講 原本他副手出來以後 大家聲勢一遍看 出身鐵鏽帶對不對 本來覺得他找那個飯師的話 感覺應該是要加分才對 但好像沒有 沒錯 一開始大家的評論 媒體也是這樣講 因為鐵鏽帶出來 剛好可以籠絡 我剛才講的這個搖擺州對不對 這第一個 而且楷模你從一個貧困的家庭 一路成長到念 長春藤名校 然後又進到投行 感覺上是大家分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飯師的支持度多少 28% 很低 不支持44% 好那你不知道這個支持度 代表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他是不受歡迎 非在位副總統候選人當中 過去44年來最差 最不受歡迎的 怎麼會這樣 川普一定想說奇怪 怎麼會變這樣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 他已經跟川普很像 講話很沒禮貌 他竟然講什麼 沒有孩子的貓夫人 其實這樣 他說賀錦麗是沒有孩子的貓夫人 這樣的講法其實很歧視 我覺得很不尊重 那會不會影響到婦女票 影響到一些我們所謂頂客族 本來還覺得飯師還不錯的 聽完他這樣覺得 這個人也是那種跟川普一樣 眼睛長在頭頂上的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川普也害怕 不過陳妍 在當時 當時這個川普 就是遭受到槍擊事件之後 他的聲勢是一度暴漲 大家覺得他似乎好像已經是穩當總統了 結果那個時候 馬斯克馬上就壓爆他 結果沒有想到 如果他現在如果壓錯邊的話 以後到底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竟然轉發了一支被篡改的 這個賀錦麗的競選影片 他竟然說這個拜登有老年痴呆症 還說這個賀錦麗對自己國家一無所知 馬上就引來批評 我這樣講 不知道妥不妥當 但這都屬於我自己的言論 跟本台節目無關 就是說馬斯克跟川普 會不會是物以類聚 或一秋之和 為什麼 你看這樣的影片一出來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這一定是假的 對 身為影片 因為以賀錦麗來講 他怎麼會去講 公開講這樣的話 而且在什麼場合 你要不要明確的說出來 那一個任何理性 甚至我們要講一般民眾 我就不講了 這個無所謂 馬斯克是誰 他知道他有影響力 知道嘛 而且他支持誰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信眾 應該也會 而且他這麼挺川普的情況下 這樣的影片 我覺得他是不是應該表示 這身為影片 請大家不要太過在意 他既然發什麼 太讚了 你在讚什麼 你是讚說這個技術 做得很好嗎 我跟你講他之後 一定會這樣解釋 而且還附上笑到標類的表情 我跟你講他一定會解釋說 我覺得他技術很好 不行嗎 你自己分辨不出來 他是真假嗎 而且我笑到標類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做得也太假了吧 他可以這樣解釋 可以吧 可以 可是問題是 你不覺得好像是一種 就是說 我不認為是市長 他真的是在幫川普幫到忙 沒錯 所以這個也是豬隊友了 我覺得 所以是豬隊友 實際上你看 這個是民主黨的 集的州長扭送 他就說這個應該是違法的吧 當然 這個馬斯克說 這種 揮鞋仿座是合法的 可是我覺得 此度的拿捏上 到底能不能幫到川普 你看這次他真的很幫川普 甚至幫到什麼程度 他要搬去他家住 不是這個意思 但類似 就是說要跟川普旗下的社交平台 出社交平台 那什麼意思 那我跟你講 未來你一定會看到 X上面 你記不記得川普以前很喜歡發推特 對 很喜歡發對不對 對 他很喜歡發推特 那會不會變成他直接用S平台 幫川普一直在發很多訊息來幫助他呢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但是我覺得我們自己去看馬斯克他的目的 實際上我覺得他是一個記仇的 你看他臉就知道標情 就是一副很忌恨的樣子有沒有 拜登選 因為你不覺得很奇怪 他明明是電動車 他應該要支持民主黨對不對 對 好 為什麼沒有 因為拜登宣布就職後 邀請了很多汽車的去會談 怎麼樣就是沒有邀請馬斯克 而且實際上馬斯克有請人牽線搭橋 但是拜登一直不要 因為他擔心美國汽車工會的抗議 所以他是刻意要跟馬斯克保持距離 保持距離也無妨 畢竟他的政策是支持他的 那你說賀錦麗上來 會不會持續支持電動車產業 我認為會 我是認為會 對於民主黨是比較 沒錯 那他這樣做對他也不利 所以我覺得他有一點建設斷收起 然後現在你知道賀錦麗的笑 被人家拿出來做文章 川普也拿出來做文章 可是我覺得他的笑是健康的 是快樂的 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笑很好 所以我覺得賀錦麗後世看好 剛剛陳原大長我們看到 是賀錦麗現在民調的部分 似乎已經開始在領先川普了 不過以後誰來當美國總統 真的會影響中國大陸非常的多 尤其中國現在經濟狀況 還是持續在不理想 大陸奧運其實也是AI科技的練兵場 請陳原大長我們看 像這一次日本體操隊可以擊敗中國 靠的就是AI 這一次日本隊上演的是大驚奇的一個逆轉 因為原本中國隊是一直領先 我們必須知道在這一個項目當中 奧運男子競技體操團體決賽 日本其實睽違金牌八年 所以這當中他做了什麼努力 大家才發現說你怎麼會拿下 體操團體金牌 幹掉中國隊 當然中國隊自己出現失誤 是一個關係 可是日本對表現非常平穩 大家才發現說原來這一次 他們一直以來都用什麼AI在訓練 靠AI訓練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訓練 就是比較土法煉鋼 你上去做各種動作對不對 然後教練在旁邊看 然後告訴你動作的一個缺失 然後你在重複的練習 不斷重複的練習 全部都是苦工 可是這一次他們用的是什麼 AI 不管你說他用這個攝影機 還是用雷射來測定 整個立體的數據 然後告訴你動作 有哪邊需要去做調整 你要怎麼樣去調整 會做得更好 甚至有很多地方 可能是你肉眼的角度 在觀察的時候容易誤判的 都透過AI的方式 所以這一次這樣的一個訓練 讓他們拿到金牌 我覺得其他各國 可能未來就會特別去注意 原來我們要這樣去訓練 我們的體操選手 另外一個讓人感到佩服的 其實是南韓的射箭隊 包含女子是十連霸 男子是三連霸 很多人說跟鬼一樣 準到跟什麼一樣 我跟各位講 我本身也有在做射擊 他是射箭 我是槍 其實射擊的部分 你的動作要穩定之外 不是說你瞄準哪裡 就一定能都打到那裡 你只要呼吸或是動作 一點點的偏差 都會有誤差 就誤差 他們說九分以下就不及格 而我是只要能進到圈子裡面 就OK了 能打到拔子我就很滿意了 所以你知道 他們一直在做模擬的訓練是什麼 利用AI去模擬那個 譬如說風 環境 然後甚至還做了一個 AI射箭機器人 讓他們去觀察說 怎麼樣能夠射得準確 這是現代機器人做的 所以你看 在